好的 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這個MLStyle 就是複線的設計 基本上使用複線的順序 第一個是設計 不是一開始就拿來用 第一個是設計複線 第二個才是繪製複線 去畫那個複線 第三個去編輯複線 就是當你畫完了之後 它有交叉的地方 或者是有角點的地方 你再去編輯它 這個檔案裡面 MLStyle 這是編輯複線 編輯複線裡面 這裡面有一堆的 其實就是現在螢幕上看到的這一些 但是呢 一個新檔 一個新檔裡面 其實只有一個複線的名稱 那個複線名稱叫做Standard 就是標準的 你可以看它一下 這個複線原則上 它就是只有 向上0.5跟向下0.5就這樣 它其實是兩條線 它只有兩條線 那先記得就好了 好 我們還是用這個來講 那如果你每次都要打MLS 就是MLStyle 因為它沒有快速鍵啦 其實蠻累的 所以會建議各位 如果你真的要執行它 在格式的複線形式這裡面 格式的複線形式 你可以去叫出來 這樣會比較快 那這裡有MLE到12 這不要管它 先不要 我們當作這些都沒有 我們一個一個來 好了 那一個一個來 原來內建就是只有這個Standard 好 那我們就直接先新建一個 新建一個的話 因為 預設內建只有Standard 所以它會從Standard 複製一個新的 所以等一下你要新建的時候 也是一樣 先點一下Standard 再按新建 先點一下Standard 其他當作先沒有 好 那我們就先隨便給個名字 例如說 01好了 確定 好 第一件事情 先看一下圓數這個地方 圓數就是指你要幾條線 它目前是跟你講 我只有兩條線 這一條線一個是向上0.5 一個是向下0.5 然後呢 顏色白類 白類就是圖層控制 這個我們後面會提到 你不高興改顏色也可以 線形你也可以去改 這個地方都可以改 那我們先加一條線就好 我們先按加入 我再多加一個 多加一個是 它預設是0 你可以點它 你之後再去修改 那沒關係 我們先改一下 假設我0 然後我這個我給1 然後這個我給-1 喔 這個是0 好 所以 1 0 負1 我現在只改間去 確定 所以01這個其實應該有三條線 那記得喔 你射完之後 你注意看這裡有寫 你射完了 你剛剛新增完了 但是你沒有跟它講你要用 所以你要多做一件事情 你要跟它講 射為目前的 目前才是01 要不然你剛剛還是會用別的 好 確定 所以呢我們就畫一條線 ML 現在我畫呢 一次就是畫三條線 三條線的間距分別是1 因為我是0 正1 0 負1 這樣三條線 所以就最簡單 那第二個 再來 ML Style裡面 我根據它再去改好了 我再去新建一個 假設我叫02好了 我現在是根據01開始來新建 除了我要三條線之外 我先改一下顏色跟線型 例如說 中間這一條 我希望你是黃色的 那上面這一條 顏色不變好 但是 黃色這一條 我再改一下線型 線型其實我們後面會針對它特別在講一下 那我們現在先會用就好了 我點一下線型 假設我點這個hidden 就是那個叫虛線 確定 所以 中間是黃色的虛線 上面是 白類 白類的目前是白色 白色的實線 然後我這個我間據給 5好了 然後我這個先去給 負5 好 那我可以再加 然後 例如說 我給個 6 我再給個 負6 好 那這樣是什麼意思 0 白色 0是黃色虛線 然後 5跟6都是白色 都是實線 齁 然後呢 這拿掉 這沒有齁 你在這裡可以預覽 那邊可以預覽 看得到齁 然後 這預測是沒有勾的啦 這等一下我再講齁 先不要勾 然後呢 再往下一點點 負5是實線 負6也是實線 所以我想一次就一定 像畫馬路這樣 一次把它畫出來齁 確定 所以 ML02 設為目前的 好 所以我現在ML 我先把 對陣方式改為歸零齁 這樣 感覺比較正常一點 來我一次畫是不是就 畫出這樣子的東西來 所以就非常快 對阿 就你不用 一次畫很多條 那麼 offset 然後在那邊修點修點修起來 對你一次就可以畫多條線 這樣快非常多 齁 這是 關於 元素 元素就是指線段的部分的設定 對吧 我一次都把它講完 因為其實這沒什麼 齁 ML 的 時代 好 來我根據 我根據02 齁根據02 我再去興建一個 假設我叫03 好了 好 根據 收頭齁 收頭就是 頭尾 你可以跟他講 什麼都不夠就是沒有 預測這樣 那顆剛剛講 起點跟終點 我想要是 收成直線 確定 設為目前的 我們再看一次 我們再看一次 我在繪製的時候 頭尾自己就會幫我封起來 那頭尾不一定要這樣封 因為他有很多很多封法 ML style 我在興建 04 是 這給我拿掉 好 這邊有內側斧跟外側斧 但是內外側斧你要記得 你必須要多層才有 你假設只有兩條線 兩條線就沒有兩層 沒有兩層就沒有內側斧了 知道嗎 他就只會有外側斧 內側斧 來像這外側斧 是外面的 內側斧 是裡面的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想畫超長 你也可以一次 就把它畫出來 假設我內外側斧都給 確定 設為目前的 來 ML L 這樣 好 一次可以畫成這樣 這都是內外側斧收頭的部分 在ML style 然後根據他 繼續興建 05 我把它講完 因為他其實沒有什麼困難的 好 在哪有一個東西叫 角度 角度是指 你的這個 呃 如果你用直線 假設你想給他45度 給他 通常是一個頭一個尾 我做給你們看 一個90度 一個配45度 這樣子 確定 設有目前的 確定 因為有時候你在畫尺寸的時候 你呃 可能某一段尺寸超長 例如說一段尺寸是10米 但是 就是可能從這間房間走到那間房間 但是接下來全部都在那間房間 對吧 那你要是直接都這樣畫會太累 他可能會 你假設是這樣畫 不會太累 是不容易閱讀 好這個好了齁 假設我用03給你看 如果他有一段是很長 我不是用03了嗎 設為目前的 確定 好 沒有 有一段超長 可以嗎 然後接下來呢 接下來都很短 這樣 我阿姨重申一下 所以這樣就很難閱讀 你搞不好說 好假設這裡是 那個 2000 接下來都是20 30 20 50 60之類 那你可以說我把它切斷 切斷就好了 那切斷的做法 其實就是這樣 ML 對不起 ML是這樣 像我這個我要先設計兩組 先設計一組是這樣子 一個正常一個斜的 所以目前的 確定 ML 假設我先點一點 這樣 那再做第二組 06 反過來 45度 配 90度 色違目前的 然後ML 好 這樣 然後之後 這個標註 用打的 這一個 你跟他講 這裡 我直接去更改 這我後面都會教 後面都會教 後面都會教 你可以跟他講說 文字的部分 我直接把它改成 2000 這樣子 也就是說 這裡的尺寸是不正確 但是 這裡是2000 然後其他地方都是 可能20 50 60這樣 就有點像我們弄省略的畫法 那你就要設計兩組腹線 這樣可以理解吧 所以 其實ML還蠻簡單的 那再來 ML的Style 好 我們繼續把它講完 07 好 所以 這個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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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0 好了 就是 好 那這個填滿顏色 是指 你要不要在線段中間去填顏色 但是它填顏色是只能填 一個顏色 它不能好幾層的填顏色 確定 所以目前的 像我現在畫ML 像我現在畫ML 它就是填上去 它就是填上去 它也是填上去 頭位要不要收頭 自己決定 好 ML Style 我再先建 好 那我先改回 不要有顏色 好 那這顯示接合是指 中間的線 要不要顯示 你看 你那個 那個 轉角的線 要不要顯示 好 如果我是這樣子 好 你要不要顯示這個轉折的線 要接合 看你要不要 好 你自己決定 所以整個附線 其實 設計的部分就是 三大類 第一大類是 你要什麼線 第二大類是 收頭 第三類是 填滿跟結合 就三大類 都去設計完 就好了 那等一下 就來講 附線的編輯 附線編輯超簡單的 它就是說 如果我兩條 附線 有所重疊的時候 我想幹什麼 沒有 那個等一下就會提到 來 各位試一下